! 好!大家好!我是伊藤!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新的辦公室找到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經過了大概三四天的這個 布置 我們現在終於布置到一個 我們理想中的一個狀態 然後是可以給大家看的 那今天我們就來帶大家進來看看 我們新的辦公室 好 接下來是我們辦公的地方 那首先這邊就是我的位置 我有三個椅子 其實那個是Felicia平常按摩用的 她非常非常的需要按摩 因為她剪片剪得很辛苦 然後寫新聞寫得也很辛苦 然後每次要想很多這些東西 很多idea都是她 所以說這整個這個團隊的這個靈魂人物 其實就是Felicia 那接下來這邊呢 這個是我們的同工的Persilla的位置 那Persilla現在人在台灣 所以說她上面東西都還沒有整理好 那她來的時候就會自己去 把這個地方變成她想要的樣子 那最後呢我們來到 Felicia的位置 好像沒什麼好講的齁 Felicia的位置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也還沒有開始整理 因為我們還沒有開始在辦公 網路裝好了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開始正式運作了 那這邊呢是 Abounding Glory的衣服 我們平常如果說就是 沒有穿衣服 或者是要換短袖或穿長袖的話 我們就會在這邊拿一件衣服 上面全部都是金紋 那大家應該都看過我們穿過 那是一個一直在幫助我們的一個 Vicky姐妹在去做的東西 所以說如果大家想要的話 請去她的那個網站 Abounding Glory.com 購買他們的衣服 然後這個櫃子呢 是這個教會給我們的 這個櫃子實在太棒了 你看這個櫃子 每一個都小小的樣子 然後其實非常非常的深 你們要裝什麼東西就裝什麼東西 我們所有這個 從原本辦公室搬過來的家當 全部都可以塞在這個櫃子裡面 這邊就是我們的攝影棚 這是我們這個桌子 就是你之後呢 我們會擺上各式各樣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以後報新聞 那各方面都會在這個地方 我跟Felicia呢 就會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跟大家繼續報新聞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這次佈置的這個牆 首先這個牆呢 每一個其實都是很有意義的 那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這個是美國的獨立宣言 接下來呢 這是美國的憲法 美國憲法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一個religious document 是一個宗教 是一個信仰的一個文件 那這對我們來說 這對美國整個文化 這對世界的文化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呢 就是人權法案 人權法案呢 代表了我們美國人的這個權益 這包括了第一 憲法第一修正案 第二修正案 第三修正案 各方面一直到十二項 這三個就是美國 the founding document 那上面是十戒 十戒是我們人生的目標 不可缺乏就是我們的十字架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一大片的 美國國旗 這邊美國國旗 跟一般的美國國旗不一樣 它就是有十三個星星的 這代表了一開始的這個 13個州 為什麼會選這個國旗呢 因為這個代表是一個revolution 是一個革命 那我們現在要在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要把美國變成像之前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就處於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個時代 我們現在就是要跟我們的terranny 我們的暴政的一個軍王來去抵抗的一個時刻 然後這是一個文化戰爭 不是叫大家去拿個槍或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說這個國旗代表著美國的革命 那也代表了我們的一個革命 然後這個國旗是代表了自由 全世界只有美國的國旗可以代表自由 那接下來呢 這個大概是全部最controversial的一個東西了 這是一個AR-15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樣子一個橘色的這個頭 表示這是一把玩具槍 那這個東西上面只有這個scope是真的 那這是我真的在用的 然後我出去玩 然後去玩BB彈的時候 訓練的時候會用這把 那上面呢 接下來就是一些小小的裝飾 那之後要擺什麼東西各位可以建議一下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我們很喜歡 而且這是充滿神機的一個辦公室 好接下來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尋找這個辦公室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 各位還喜歡嗎 我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 我一直覺得就是這種 帶顏色的燈就特別好看 今天我們其實要講就是我們 尋找到這個辦公室的一個 真的是神機 透過這個真的是讓我們更認識自己 然後更認識神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開始找的時候 我們就是發出來一個影片 然後跟大家講說 我們辦公室要沒了 然後接下來發生的是 就是有大概有六七個人 跟我們reach out 有些很遠 然後我們沒辦法 然後有些就是在我們附近 然後我們長期的支持者 也過來跟我們聯絡說 要不要來我們的這個地方 來去使用來當辦公室 那這是一個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做任何事情 你的辦公室沒了 沒有人會幫你 對 這很奇怪吧 對不對 而且其實我們也不是說做什麼公司 或者是幹嘛的 我們做的是一個youtube頻道 對吧 那如果像youtube頻道這種東西呢 對於一般人來講 就對於我講的 你說我也會看youtube 然後有一些youtuber我偶爾也會看 但是我從來不會給任何人一分錢 嗯特別是說還要幫他們 然後弄一個辦公室 對如果要說一個你做一個business 然後你沒有辦公室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的責任嘛 因為你想要把這個事情做好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需要去付上代價 去找到一個適合你的辦公室 但是這個是讓我慢慢沒有想到 就是大家真的這麼願意幫我們 尤其是很多我們的觀眾 我們的支持者 他們真的願意就是把自己的property 拿出來 或許是他們有這種商用的樓等等等等 他們會聯絡 我們這邊就是給你免費 你要不要過來看一下 我想其中兩個 因為一個是我們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的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我們很喜歡的在West Covina那邊 然後是我們一直都很小 因為聽起來實在太棒了 而且離家近 因為我們都住在West Covina 對 然後那個地方呢是一個大樓 然後裡面現在是空的 沒有一間這個business在那個裡面 然後呢他在電話上面說 我們可以選任何一間 我想的太好就是 神要讓我們成長 神要讓我們做大事 有一個辦公大樓在這個地方 未來呢我們這個事工一定會成長 成長到一個 我們有足夠的錢付租金以外 我們還可以使用其他的辦公室 我們想要建學校 我們想要每次選舉的時候做一個辦公室 我們想要這個 我們想要那個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想法 我們想要辦選舉活動在那個地方 然後在那個地方弄一個town hall meeting 然後呢 如果小組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在那個地方 教會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在那個地方 我們那個整個大樓 我們可以做一個blessing的一個事情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事工來bless整個大樓 我們是先來這邊看 先來看這邊我們很喜歡 因為這邊很寬敞 我覺得比較不好的地方是 就是我們辦公室跟攝影棚就必須在一起 那我是一個講話常常出錯的一個人 Prisella還有Felicia撿我的片子的時候 他們撿的就是很frustrated 然後很不開心 你不知道他按壞了幾個鍵盤 他那個空白鍵 啪啪啪啪啪 然後整個桌子都在動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就是一個比較不方便的一個情形 對吧 你的意思是怕你錄影錄到半路 然後我發飆是嗎 對 就是我萬一就是講啊 什麼什麼什麼 又講錯啊 你在那邊剪片啊 然後別人剪的 那這樣的話聲音錄進去的話 對不對 我也不能怪你 但是又是你弄的 你當然不能怪我了 你還要提升自己的水平 你以後路有要好好 吻著嘴巴又裂合一點 這不是我的問題 反正呢 這個地方我們覺得很棒 而且這邊的牧師 張柏麗牧師 是我們很尊敬的一個牧師 他有過我們沒有的經歷 然後他也不會避諱去講這些 比較關於政治的這個東西 總而言之 我們去Vescoveon 去看那個房子的時候 我們到那個地方 我們也很喜歡那邊的環境 所以我們決定說 到了那個地點之後 我們想要看一看附近的環境 都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兩個就出去走說 看附近有什麼商家 看怎麼樣 結果就發現有一個女生 她身上很多文神 然後她就從很遠的地方 就開始跟著我們 其實那個地方沒有什麼人的 馬路上基本上就我們三個人 我們兩個在前面走 她在後面跟 跟了還蠻長一段距離的 我當時心裡就有點毛 我就想說這個人到底要幹什麼 因為在找房那段時間 一直在禱告 就是我想知道說 神希望我們去哪一個地址 而不是我們希望我們去哪一個地址 或許我們看這個大樓很好 但是我也希望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confirmation 從神來的 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地方就是給你們的 你們可以去 當時我一直在問神說 你要我們去哪一個地址 但是當我們回到那個大樓門口的時候 這個女生從很遠跟過來 過來之後 她就跟我們一直重複一句話 她就說 你們要問 你們要問 你們要問清楚 你們要問 她講了很多很多遍 當時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我想說這個人到底在說什麼 什麼問不問的 然後後來她講了很久之後 她就走了 走了然後我就看著一份 我說她說是什麼意思 她過來跟我們講這些幹什麼 她說什麼什麼你們要問 你們要問 她叫我們問什麼 然後當時我們兩個也沒有一個特別明確的答案 也不知道說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就覺得說這個人可能 腦筋有點不太正常 我們看完那個辦公室之後 我們就開車回去了 那開車回去 真的就是一路上不順 她說什麼 我們買中餐的時候 然後那個人還沒有把我這個餐點進去 然後我開車的時候 就一直被cut off 然後什麼什麼的 就是各式各樣 對 反正這個人 當時就臉就特別臭 看完那個房子 她一上午餐就說 為什麼一直都不順啊 為什麼一直都不順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抱怨 開車的時候臉拉很長 然後我說你們不高興了 然後就說你們不覺得嗎 這一上午做什麼都不順 做了幾件事情 她覺得都處處都碰壁都攔阻 然後結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兩個正好在說話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接到了 我們現在所在地點的這個牧師 給我們打電話 然後他給我們打電話就說 哎 你們來不來我這吧 什麼都做決定啊 啊來不來啊 然後我們就當下我們就當然誠實 就說我們剛剛看完一個這個東西 我們應該就是這幾天就會做一個決定啊 然後我們明天打電話給你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回到了我們原本的那個辦公室 我們兩個就跪在地上禱告 禱告的時候就其實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問清楚 你要問清楚 你要問你要問 你所有東西都要問清楚 就當下就知道說 原來不是說我們要問那個房東什麼 還是我們要問什麼 原來是我們要問神什麼東西 我們要問神說我們到底要去哪裡 我們不要當下就馬上下決定 因為其實West Copian 那個地方 我本來是打算去了之後 我就直接跟他簽約 然後在禱告之後 我們得到了很多 其實我們需要牧師的遮蓋 我們需要教會的一個遮蓋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個人學到最大的就是 我們永遠都要問說 神要我們幹什麼 我們有非常多的想法 我們有非常多的欲望 或者是期望 或者是野心 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神一直在給我們indication 就是你要問清楚 你要問清楚 你要走的是神給你的道路 你要找的是神給你的地方 你不要自己當機立端在那邊下去 下什麼什麼決定 透過這個機會我學到了非常非常多 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我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特別特別的感恩 有這麼多人可以願意出來幫助我們 我覺得這個事情 讓我感覺到非常非常驚訝 而且你說這種愛從哪裡來 你在社會上面很難碰到的 你說我 我雖然年紀也沒有說特別大吧 但是在我過去的人生經歷中 我覺得這種感情 還有這種互相幫助的 是非常非常少的 在社會裡面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是從神家裡面來的愛 這個是從神來的愛 這個是弟兄姐妹們 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給我們的愛 給我們的一切的幫助 所以非常感謝 所有的支持我們的朋友們 然後有在收看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不管你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到多長的時間 還是你是我們的新朋友 我們在這裡 都獻上我們滿心的感激 非常感謝你 那也當然了 非常感謝神 因為神真的是開路的神 真的不要害怕 不管是說 你好像沒有地方去 或者等等等等 在你這個 在我們這個事工 那個時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危機 就是沒有地方去的一個狀態 我們當時都做好最壞的打算 就是要不然就各回各家吧 對吧 然後實在不行 等到錄影的時候 我們再找一間教堂 繼續錄影什麼等等等等 那個時候都已經做好的這樣的打算 但神真的是看過我們 所以呢 也是給我們一個鼓勵了 就是在接下來的這個時間裡面 要有更多的順服 然後更多的操練 然後能夠更多的從神那裡領受智慧 能夠做更多神要我們去做的事情 而不是我們自己想的 我們以為說這樣做好像很好 有一天神會清楚的將他的指示告訴我們 就好像是那個雲柱還有火柱一樣 會讓我們清楚的知道 他引領我們的方向是什麼 所以神現在就是讓我們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就好好的順服的 謙卑的把這些事情給做好 神將來都會給我們開路 所以你說像什麼開學校啊 那個精神總督等等 我覺得這也不是說幻想了 也不是夢想了 這是非常有可能在未來會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教育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很多家長不驚醒啊 他們對很多這種現在發生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麻木 甚至有的人他不麻木 他也著急 但他著急的程度沒有那麼著急 他就會問說那怎麼辦呢 那你說怎麼辦呢 那個我還得怎麼樣 我還得怎麼樣 就是每個人會把他們家的難處 拿來跟我講 就說那你說我這樣 那我應該怎麼辦 所以很多的時候 我們當然想去幫每個人解決這樣問題 我們也希望小孩能夠在安全的 好的環境裡面成長 尤其是如果我們力量沒有很大 那最起碼我們身邊好朋友的小孩 教會裡面的小孩 我們一定要能夠幫助他們 能夠健康著壯成長 所以這個 我相信這個是未來 非常有可能 神讓我們去做的一個方向了 但是現在神給我們什麼 我們就好好的把手上這些東西都做好 那再次非常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對我們的關注 還有對我們的幫助 以及很多的代導者在後面 為我們的禱告 謝謝你們 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非常需要你的禱告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這個 介紹辦公室這樣一支視頻 你覺得我們這個辦公室怎麼樣呢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對霓虹燈 有非常大的意見 曾經有一個關注 在頻道下面給我們留言說 你們那個背景 怎麼搞的都是霓虹燈啊 說你們是不是去夜店 你們要是去夜店的話 你們是沒有資格服侍的哦 我在這裡跟你說 我們連夜店的大門抄哪開都不知道 我們根本沒錢去夜店 OK 這不是咱的問題了 你這樣說 讓人覺得好像我們有錢的就會去夜店 不是啦 我們是真的想要好好 順復神的基督徒了 我們不會去那種地方 而且 我們都是晚上 就是能盡量早睡就早睡的人 你像有小孩子 你大概九點多是不是就睡覺了 八點半 八點半 你看 有人再這麼健康了嗎 八點半就睡覺了 那你跟大家說 你幾點起床 早上五點半起床 五點半 外頭天還沒亮呢 賣油條的可能都剛剛出攤 對不對 你五點半就起床了 還有這麼勤勞的中年人嗎 那像我這種年輕人 像我這種年輕人呢 因為我沒有辦法像你一樣 那麼勤勞 就早上那麼早起來 你肯定是早上流行 對不對 那我就把時間都放到晚上 所以我們從來都不去夜店 我們也不去酒吧 我們不是那樣的年輕人 所以你不要看到霓虹燈 就覺得說這九八夜店才有的 不是啊 這小燈多好看 那帶顏色多好看 我們這還能變呢 能變色啊 我們有那個遙控器可好看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覺得說 這小燈你也很喜歡 大家可以上網去買一下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不錯 裝在那個家裡面 卧室裡面 你按照你的那個方式去弄 很不錯 所以這一次 我們非常感謝教會 可以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就是讓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空間 讓我們可以自己裝飾 你覺得我們這個裝飾的角落 感覺怎麼樣 我們都是非常滿意 非常喜歡的 Persela你喜歡嗎 哈哈哈哈 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有任何的疑問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你有任何的 想要跟我們一起討論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菲莉莎 我是伊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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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